我们来看一下行列式性值的例题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他问我们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里面呢 他说这个行列式值会不会等于两倍的ABCD呢 同学回想一下哦 我们要提倍数的时候 一次只能处于一行或者是一列 那假设呢我们用行去做处理好了 这里面的第一行可以提出2 第二行也提出2 所以实际上面是提了两组2出去哦 所以是两个2相乘 所以是2的平方是等于4才对 所以第一个选项当然就是一个错误的选项了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选项的部分哦 那同学没有发现这里面的KC跟KD 刚好是第二列的K倍 所以我不妨将第二列乘上-K 那就变成了-KC跟-KD 那加上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KC跟-KC KD跟-KD就消掉了 所以可以化简成ABCD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再来看一下等号右边的部分哦 好等号右边那我会发现右边这个AC跟第二行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第二行乘上-K倍加过来 那一样的啊这边的KA跟-KA就消掉 KC跟-KC可以消掉那么经过整理之后可以得到BADC这样的一个行列式哦 那同学没有发现这两个行列式刚好这边的第二行是原本的第一行 是不是认两行互换 那同学刚刚的性质怎么说呢 认两行互换它的行列式质必须要差一个负号哦 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差一个负号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选项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跟第四个选项哦 好第三个选项呢哦有点小复杂 但是我还是可以发现这里有AC 这边有AC 所以我将第一行呢乘上-的二分之三 那么这里的第一行呢就会变成了-3A 以及-3C 那同学就可以发现这一行跟这边的3A3C刚好就消掉了 所以经过化检之后就可以得到2A2C以及BD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再加上第一行因为都有两倍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出去变成两倍的ACBD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刚好跟第三个选项的优势是一样的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选项了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选项的部分哦 好他要去拆解这个行列式哦 那同学记得吗一次只能拆一行或者是一列 假设我把第二列保留拆第一列就好了 然后第二列保留 那记得A加1是在我们的左上角 所以这边是A这边就是1了 而B加F在右上角 所以这边是B这边是F 好拆完之后呢 好我们把第一列保持不动去拆第二列哦 所以这个行列式就可以再拆成两个部分 那就变成了C加G跟这边的G加H了 同理后面这个行列式的第一列保持不动 我们去拆我们的第二列 那第二列呢就会变成了C加G跟这边的D加H 所以实际上面猜出来是四个行列式相加 并不是原本的题目的两个行列式相加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那立体2呢我们就选择2跟3的这两个选项了 我们就会变成了C加G跟这边的选项 我们就会变成了C加G跟这边的选项